为了实现苏联快速工业化的目标 斯大林完全不择手段 波西使用恐怖主义制国 但它确实又使苏联快速强大 顶住了纳粹德国最后的狂攻 一战我写过太多文章解释了 大家可以看我其他历史文章 我说你了这里不展开 总之就是太惨了 每个国家都被打得好惨 俄国从军事到财政 第一个吃不消 人民和沙皇的矛盾 农奴和地主的矛盾 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同时炸裂 但同时也因为这个局面 俄国反而是当时全世界 最适合搞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方 极大的不公平 会促使国民追求公平 1917年2月 加入一战的沙俄陷入绝境 圣彼得保物价飙砸 物资短缺油柴耗尽 面包房都没办法烤面包了 缺少物资 让工厂没办法生产 又解雇了大量工人 事业工人们成天没事干 又没收入 社会组织找安全感 也不知道队伍里 有人从哪搞到各种枪支 形势逐渐走向混乱 俄军总谋长古尔科将军 跟尼尔说 傻谎 你快去解决一下 大家的生活问题 要不这些人就要造反了 那几年 圣彼得保常常闹游行 尼尔见怪不怪 习以为常 没打算深入解决这些问题 只跑去莫及利奥夫军营 避避风头 以为过阵子就没事 没想到这次闹大了 3月8日 开始大量工厂发生集会 工人们吐槽完现在的艰难生活 就一起上街开始游行 要求给我们面包 3月8日 还只有10万工人上街游行 大家越游越饿 越饿越愤怒 10日 已经有30万工人 在街头进行反政府游行 学生 教师 公务员 也都掺和进来了 有意思的是 当时无论是沙俄政府 还是俄罗斯 布尔什维克 对这件事都没当回事 都以为是跟往年一样 闹一闹就好 只是今年人多了一点 其实游行这件事 在别的城市 发生破坏力还没那么强 但要在首都发生游行 一不小心 就有推翻现任政府的危险 游行进行到10号晚上时 在莫吉廖夫军营 待得不耐烦的尼尔 要求军区司令 快点搞定游行 他急着回皇宫上班的 军区司令就叫军警 采用暴力攻击游行人群 还逮捕了100多人 一般情况下 这种暴力镇压会有效果 但现在是群情激愤时期 这么搞只会激化矛盾 11号开始 上街游行的人更多了 连部分镇压游行的士兵都受不了了 加入了游行的队伍 还跟军警对射 好在这批人不多 带头的19个人都被送进了监狱 12号清晨 圣彼得堡卫戍部队 沃伦团叫导队士兵 听到战友被抓起来了 决定造反 几个禁卫团后背影也跟着造反 这些人加入到游行队伍 端着枪冲进彼得堡罗要塞 搞到军火库7万多只枪 还把关押在那里的政治和重罪犯 全放出来了 局面到这儿就彻底失控了 这时候就不叫游行了 失败了就叫暴乱 成功了就叫起义 圣彼得堡大街上 到处是手持武器的民众 警察局和保安局都被人放火给烧了 大家都要给政府点颜色瞧瞧 圣彼得堡卫戍部队里 12万人在忙着起义 连沙皇最忠诚的禁卫军 也加入了起义队伍 沙俄高层荒作一团 有的建议将一战前线的将士 调回来平盘 有的建议咱们必须搞君主立宪了 要不起义军会跟我们玩命 尼尔犹豫不决 很长时间没有拍板 其实当时没一个政党想废除沙皇 包括苏维埃组织都认为革命不要太激进 君主制可以保留 这时候俄国要是搞君主立宪 这事就过去了 在各党派施压下 杜马临时委员会说服尼尔退位 让他弟弟米哈伊尔大公做新沙皇 这个方案还通知到了前线各军区 大家都觉得这法子可行 3月15日 尼尔就正式退位 说把皇位传给米哈伊尔 但是15日 圣彼得堡起义群众 在部分政党影响下 已经不接受帝制了 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共和政府 米哈伊尔下得不敢接位 罗曼诺夫王朝就这样莫名其妙倒台了 一千多年的沙俄帝制 就这样莫名其妙结束了 一般一次起义是会有人精心组织策划 都有一个带头老大的 但俄国二月革命 所有的政党 包括沙皇自己 都是一脸懵逼全城旁观 就真的是圣彼得堡底层普通工人 和市民自发组织起来的 是一次自发性的全民起义 说穿了 还是老百姓生活压力太大了 活生生逼反了老百姓 当时沙俄全国并没有统一思想 闹市的是圣彼得堡群众 要赶沙皇下台的 也是圣彼得堡群众 别的城市工人听说沙皇退位了 那么大的沙俄帝国 突然土崩瓦解 还一度哭到哽咽 俄国民众当时情况相当复杂 根本不是那种单纯的工人阶级 团结起来一致推翻沙皇 我们历史书很少提二月革命详细过程 一是这次革命实在太诡异了 二是太突出十月革命 忽略了二月革命 其实没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哪那么容易啊 革命胜利后皇帝没了 就得由新政府维持国家运转 但1917年3月15日 组建的新政府 是以大地主李沃夫公爵为总理的临时政府 有资产积极掌权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只负责监督临时政府 这种情况跟辛亥革命胜利后 把原来北洋的黎元洪推出来 当都督一个道理 就是革命党觉得自己民望和积累不够 没有执政经验 希望旧势力能稳一下局面 但这个旧势力实在顽固 临时政府对外继续打一战 承认沙皇与协约国的秘密条约 还企图解除工人武装 并消灭苏维埃 要求大地主和大资阶级利益最大化 权力不是具备天然的集中性吗 不可能有两个政府长期同时存在 临时政府不听话 苏维埃就一定会推翻他的 10月20日 列宁悄悄回到圣彼得堡 跟中央委员会开完会 决定举行新的武装起义 但消息提前泄露 起义提前到11月7号 主要目标是占领临时政府新总理 克伦斯基所在地东宫 这个克伦斯基是贵族出身 代表旧贵族利益 有意思的是 他爸是列宁的中学老师 他跟列宁从小就是朋友 这次起义其实挺简单的 上午9点 停在涅瓦河的阿富勒尔号巡洋舰 先带头向东宫开炮 东诺夫率领下冲进东宫 没一会儿就完事了 快得很 克伦斯基没抓着 中午的时候坐着美国大使馆的车跑了 不过他也不重要了 从这开始 俄罗斯的历史 1922年便跑步进入了 中国人熟悉的苏联时代 经过这些年不同渠道的普及 苏联的历史 中国人相对比较熟悉 我就不再细说 至于苏联解体后 现在俄罗斯人的生活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俄罗斯调查报告 能刷新大家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认知 我对苏联主要想讲三件事 这是我以前20多岁时 一直想不明白的三件事 一是 为什么会有乌克兰大饥荒 大家注意乌克兰大饥荒发生时间 是1932到1933年 这个时间段 全球还在发生另一件 极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萧条 大萧条跟乌克兰大饥荒 实际是绑定在一起的 这两件事情是不可分割的 大萧条时期 美国跟德国都穷疯了 极度渴望卖出工业产品 换现金流 但经济大萧条 给了斯大林一个极好极好的机会 他可以低价买进美国和德国 大量工业设备和技术 让继承沙俄博助工业的苏联 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业强国 沙俄的工业产值 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 德国的四分之一 美国的九分之一 苏联靠这个工业基础 是活不了多久的 必须要快速成长 要买设备和技术 就得有钱 去国际市场上买东西 要外汇 自己印的卢布 别人不收的 但当时俄罗斯 能出口的东西不多 通常只有那点可怜的农产品 1930年国际粮价上涨 斯大林为了国家 能用最快的速度工业化 为了凑钱买设备 密令莫洛托夫 最大限度的增加粮食出口 每日出口定额 从100到150万普特 上涨到300到400万普特 尤其对农业发达的乌克兰 强征农产品 不听话的直接枪毙 那时候推集体农庄 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剥削乌克兰农民 将每一粒粮食都抠出来卖 这种先完成国家计划 后考虑地方吃饭的极端做法 使乌克兰农民被刮地三尺后 没有口粮生存 最后被活生生饿死了300万人左右 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残剧 以前我读苏联历史时 搞不明白 他们搞1525时 为啥发展那么快 好像凭空变出来的一样 其实就是用乌克兰 几百万人的命换来的 所以斯大林这个人的历史争议非常大 它让苏联变得很强 但变强的过程实在太残忍了 残忍地超出了人类正常认知 我第二个想谈的是 为什么会有苏联大清洗 其实大清洗跟大饥荒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快速工业化 苏联1922年成立 列宁1924年就死了 这时候内部没有一个真正能镇厂子的人 斯大林并不是绝对的权威 苏联最高层还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这些元老影响非常大 支持他们的人非常多 苏联实际面临着 从一个化石人变成三个化石人的局面 两个化石人钓鱼就要带头盔了 三个化石人就会迎来大清洗 三个化石人的治国观点不一致 布哈林想先发展农业 把苏联先建立成农业强国 再出口农产品 利用农业剪刀叉创绘 让农民奔小康 再用农业累积的资金 慢慢发展工业 托洛茨基 想继续在全球搞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一个国家 无法实现全人类社会主义革命 要将苏维埃革命火种点燃全世界 要在全球输出革命斗争 斯大林则认为一战结束后 未来几十年必有二战 苏联想维护好胜利革命的种子 就必须弯道超车 加快工业化 不能先农业化 再工业化 要不择手段的快速工业化 让苏联尽快武装自己 三个元老想法不一样 就一个方案都没法执行 尤其是文武双全的苏联红军之父 托洛茨基 他个人威望极高 一一壶百应 他手下还有个图哈切夫斯基 已经强的功高震主 还死心塌地 跟着托洛茨基 1926年 斯大林一掌权 就撤销了托洛茨基的职务 1929年将他驱逐出苏联 但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影响还在 直到1940年 斯大林要派特工将他在墨西哥暗杀 1934年 苏维埃十七大举行 由于乌克兰那边死人死太惨了 大家开始倾向于支持 相对温和的基洛夫 这个基洛夫时任 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 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 事情还算在可控范围 但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 使斯大林决定启动大清洗 一是他的妻子 以死宣誓反对他 二是1934年12月1日傍晚 基洛夫居然被人枪杀于 周围机关穆尔尼宫的走廊 尤其第二件事 深深触动了斯大林 他紧急呈专列 来到列宁格勒 亲自审问枪手 当天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基洛夫的卫队长事后被捕 但就在乘车舰斯大林的路上 居然死于车祸 而这起车祸只死了卫队长 其他人全部没事 经过几天对枪手的审讯后 斯大林预判 有人反对他的工业化路线 尤其是乌克兰大饥荒时 更多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自己的政治抱负 遇到了极大的威胁 他无法精准判断是谁在反对 具体有多少人 就直接简单粗暴地 发起了大清洗 大清洗是很多人冤死 凡是跟托洛茨基有关系的 都被枪毙 从1930年到1953年 苏联共制造257万起案件 78万人被处死 加上为审判就处决的 约有597万人 仅1937年到1938年间 就有130万人被判刑 其中68.2万遭枪杀 1937年 苏联1966名党代表 1108人被杀 苏联十五大政治局7个人 除斯大林 全部被枪决或暗杀 全国五个元帅被枪决三个 一个被折磨至死 57个军长 50个被杀 397名旅长 220人被杀 456名团长 401人被杀 海军高层 全部被杀 3.5万名苏军高级指挥官被杀 斯大林是一个有大报复的人 他的政治路线明显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更高瞻远瞩 更深谋远虑 但斯大林也是一个极残忍的人 做事不精细 下手没个轻重 又血腥又毒断 为了实现苏联快速工业化的目标 斯大林完全不择手段 不惜使用恐怖主义之国 但他确实又使苏联快速强大 顶住了纳粹德国最后的狂公 斯大林的性格特别像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性格 莽进 粗鲁 残忍 血腥 野心勃勃 不择手段 但又至存高远 目光远大 我第三个想谈的是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根据这些年我阅读到的信息 我现在的观点是 苏联既不是死于腐败和特权 也不是死于年轻人断层 更不是死于体制僵化 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治理的 可以改良的 比如中国的腐败曾经很让人绝望 但2012年后用事实压制了腐败 我相信这些事物是在动态发展的 这些不是苏联解体的核心原因 真正的核心原因 是苏联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走上了霸权之路 苏联对待中亚五国 东欧附属国 中国朝鲜越南 都是居高临下的态度 自己以大哥自居 不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意识 蛮横而粗暴地干涉这些国家 将许多可以团结的国家变成了敌人 特别是苏联要中国的海防权 以为就像过去李鸿章 跟尼尔谦蜜月一样理所当然 不想中国早就觉醒 宁肯跟美苏同时翻脸 也不接受放弃主权给苏联 最终使苏联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团结对象 如果有中国在 以中国的资源和人口体量 足以弥补苏联的轻工业问题 使苏联能快速升级工业 追赶美国 最后苏联 还是因为生产力弱于美国 最终败于冷战 2024年4月中旬 我在俄罗斯跑了十几天 做了一次肤浅的民间调查 了解俄罗斯这个国家 普通人的经济生活 写了篇俄罗斯调查报告 回来后考虑到中文互联网 很少有对俄罗斯历史 有过通俗 简约 又完整的内容 便又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写下这篇文章 在介绍俄罗斯历史时 我脑海里时常浮现的 还是经济链里提到过的理论 人的行为 只能服从于自己的地理经济环境 无法超脱地理经济环境 对自己的约束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 俄罗斯人形成的习惯和认知 都是他们的地理经济决定的 俄罗斯的地理基本盘 是他们身处欧洲边缘地带 所以在工业革命后 可以获得西欧工业文明的补育 但往往工业文明传递到俄罗斯 又已经是最后一个环节 乌拉尔山就像一把锁 山西边的国家还能接受工业文明 山东边的北亚国家全是弱极 所以俄罗斯才很意外地 在获得工业文明后 轻易扫荡北亚 打下这么偌大的疆土 俄罗斯拥有广袤的土地后 又急于将资源变现 就需要稳定的不动港 而俄罗斯地理环境天生没有不动港 就算有 也是被黑海地中海压制的不动港 于是急着变现的俄罗斯 只能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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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四处侵略他国 给其他国家带来深重灾难 在俄罗斯不断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高死亡率又是这个国家 不可能拥有稳定的人口增长 才造成俄罗斯今天 仅1.46亿人口 地理决定了俄罗斯没有不动港 没有不动港 决定了俄罗斯爱侵略 爱侵略又决定了俄罗斯 不可能有充足的人口 去消化天量的资源 于是俄罗斯就被锁死在一个上限 以前是欧洲二流 现在也很难登顶世界之巅 写完这篇2.7万字的长文 最后我不过又重复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一个国家的命数 就藏在它的地理环境里 地理不一定决定国家的下限 但真的会决定一个国家的上限 那次发现我观世